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等人 是因为我写得不过好吗 你是因为写得不好 所以才四脚都盯起来不让我看吗 我 我 我把它弄开 余叔 是有什么心事吗 怎么心事也不明白 我最近 一直在想爷爷的事 所以 禁不下心来 也不会有事的 别多想 我还是觉得 我们应该送爷爷去海外 就算只有一些的希望 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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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要论文答辩了 先不想这些 好好应对这次的答辩 爷爷的时间 我们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论文答辩 我一定会全有通过的 只要不迟到就好了 我一定会全有通过的 嗯 张老师 我就知道 不会一帆风顺的 为什么呀 残忍归律嘛 走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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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好 不好意思 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老师不好意思 发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我现在就开始 我的路纹答辩 这位同学 我打断一下 原本我们的答辩的资本 取消 因为你吃饭了 那么现在我开始我的 毕业路纹答辩 我毕业路纹的题目是 大数据是在统计学的 重构前夕 首先我是从四个方面 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 从机遇 挑战 还有策略 这位同学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呢 我的论文终于通过了 张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恭喜你 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就这些啊 还要恭喜你 终于不用去学校 旁听我的课了 我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们的契约要到齐了 你愿意 跟我许约吗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太太 我愿意 但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愿意 好 你说 你可以等我一年吗 这一年里面 我想去小林华社好好学习 你带着爷爷 去海外好好治病 好 好 我答应你 嗯 好 然后呢 然后 接下来西芒 可以这么熟的新娘 那 在森林里有无的绝望的人物 胜利的指南执重了梦房 没人还醒着你带你回去 鱼啊树上的鸟儿在鸡鸡喳喳 你对世界里的简直是什么 世界是无限种可能性当中的 数学形式当中的一首 那你对未来的计划呢 和你一起 在三十五岁之前 会得飞而思想 那你对人生的感悟呢 在迷雾里穿梭的困惑的绕 空虚的夜 常感到还不 没人愿陪伴他说一说话 凭穷的漩涡里风里挣扎 好不容易 到底没人愿意 你怎么说 你怎么来了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莉姝 再来一张 一二三 莉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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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毕业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 再也毕不了业了 你们两个可真的是 富超富随呀 我们一起来合张影吧 好 要不我帮你俩拍吧 来 衣衣 来 一 二 二 三 再来一张 三 二 一 前走 语书 毕业快乐 张老师 我来帮你拍张老师 张老师 还是我帮你们拍吧 来喽 三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是你们俩拍吧 三 二 一 前走 三 二 一 前走 再来一张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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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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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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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拍 你帮我拍 这样可以吗 好 等我一下 这边 这边 我帮你拍我拍 我拍 拍那边 看这里 看这里 哎 你老公可就是正本之花了 好 帮我拍了 看这里 看镜头 来 看这边 来 张老师 看镜头 好 张老师 张老师 怎么了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害怕一会儿 要是太舍不得你 我就不愿意去安检 不愿意上飞机了 你就送到这儿吧 好 那再看一下 东西都带齐了 我张老师 就别冷静了 没事吧 我都带上了 好了 再不走 就真干不上飞机了 不放进你 一周之后 我会回来 回来送你跟爷爷去海外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吧 快去吧 要不然真来不及了 回答 一直在这里啊 这风海穿越人海 向我靠近 多么不容易 我只想努力珍惜 与你共有每一个瞬间 让我们走过之后 来身海 在这儿吗 好 我点灯 到我 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得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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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思维 对不起啊 云硕 不能陪你一起去工作 希望我准备的东西 能对你有所帮助 你按照边境纸上的步骤 一向一向来 首先 先去把年车当地的银行卡 还有公交卡 具体的地址 我已经给你写在了上面 你要去的漫画社是地铁 班藏满线 神宝丁车站 离拔出口可以直接到达 我已经拜托朋友 帮你租了一套离漫画社最近的公寓 走路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公寓的附近 五公里一共有一百四十四家餐厅 邻你住的两百米远 有一家中餐厅 味道很正宗 公寓的附近 还有五家便利店 都是可以用手机制服的 还有 一个人住 要记得注意安全 选拨中要放一双男人的鞋 阳台上 也要挂上我的衣服 我放了一件我的外套 在你的箱子里 幻想要保护我 爱你 我保护我 我看你 我保护我 暗子 她能不能接着她的 她能接收到她的 她能接收她的 她不能接收到她的 她能接收到她的 我能不能接收到她的 我能接收到她的 你这是什么 女士 她能接收到她的 女士 女士 我会比赛她的 她不像 wa밤我 女士 女士 就这么想让我去国外呀 那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以前的时候心情不好 就会自己一个人去电影院 看一张喜剧电影 这是我所想到的 最接压的动画 你是在包袱 你知道我是不想让你放弃这次的机会 我知道 我这次没去 这个行为真的很幼稚 而且也是很冲动 但这不是我冒然决定的 这次机会对我来说 确实很可贵 但是我相信 一定还会有同样的机会 放弃你喜欢的 也是最擅长的事情 张老师 你和爷爷是我的家人 你们两个是世界上最无可替代的 没有 对 不是 而且啊 我没说我要放弃玩漫画 还是会画下去 只不过这次 我要和我的爱人一起画下去 谢谢你一说 你总是能在这关键之后 联系我的预讨 我们帮我一页下注吧 好 对了 我都留告诉你姐姐 我把行李拉在机场了 丁几手之后 我带你去去 你快就不睡啊 但是一会儿我们要去找个容易 好 夏琳 张太太 张教授 我听说张月师马上出院了 是啊 今天我们就是来半水去 你不是去非洲了吗 非洲 嗯 我不去啊 可是李诺说 你们两个都要去的呀 我们科室 只去一个人 我先走了 怎么了 预讨 出什么事情 我要给易奕打个电话 但是没人开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别动 我现在痛不欲伤 心如死灰 急需你温暖的抚慰 你 你嫂子也来了 我先走了 说最后 怀孕了 嗯 其实我姐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只不过 她说她不想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所以 你有权知道 你也有 说话就可以了 谢谢小姨子 你是我的恩人 其实从小到大 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姐这样 所以 所以她去干吗 她肯定是去换衣服 让我找你姐姐了 从最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去找云蓝 云蕴 好好照顾我小姨子 要不然她对你不客气 臭小子 所以 我到底是小姨子 还是嫂子 当然是嫂子 狗 我应该说 在那里 最后 我还会想 你才会说 对 我去看看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没有啊 再等我们一会儿 马上了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你说 他们两个在聊什么呀 有陆宇在啊 肯定不会聊什么好事 我 现在 陆宇和思连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但他们底色是一样的 陆宇 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 思连好像冷为明 但他们 都是善良 又值得信赖的好孩子 不是 是 我是说你 准备好当爸爸 准备好了 婴儿床 婴儿车 尿不湿 奶嘴 尿拼月嫂 就啥兴奉的 就给我耍拼嘴吧 知道我想了什么 其实说实话呀 并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该准备什么 我只知道 我爱云兰 她呢 是个没什么安全感的女人 我想给她一个家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有这些就告别了 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 来 叫姐夫赶紧拿 叫什么姐夫 人家原来答应你 你们在梦记什么呢 对啊 快一点 马上来了 姐 你到底要考验鲁宇些什么呀 其实我不是在考验鲁宇的 我只是对自己没信心 我不确定 自己是否能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我相信她 肯定会是一个好妈妈 一个好妻子 那我们开始吧 结婚 孩子 记住爷爷一句话 家人之间 只要有爱 就足够了 爸 走 来 走了 Weil fat 搞 放 o 做 好 海边凉 你把膝盖盖上 好 林烨 海边风大 你要把这个毯子盖好吧 林叔啊 嗯 你也真得好好谢谢你 终于把思念的心给热了 来 坐坐坐 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 你们俩是契约关系 爷爷 你别多想 其实我跟思念谈 不用解释 爷爷知道 你们俩都是为了爷爷 爷爷 其实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和云叔从一开始 就是命中注定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 我还以为 我之后不会再见到他 请按照我写的详细内容 帮我遵律的 黑一咖才是精髓 叫真儿 同学们好 我叫张思年 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大家 统计学专业的树里组计 通篇都是无差 你靠你的日子在怎么谈论 我怎么可能会再尖难讨 张老师 你论完了答备你资格 去想我 因为你知道了 你真的是最紧禁记小高老师 我不管你有没有时间 如果今天你不陪我去 我就不让你上车 我想我一个明白 你可能被骗了 他是我表哥 他怎么可能会骗我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可以呀 做我女朋友 哈 你可以先去我那儿住 一个月 结婚 我觉得我跟你套路 从一开始 你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 然后又到现在 让我住进你们家 现在又让我跟你结婚 张老师 你是不是早就想这么套路我了 不是传统一生的结婚 而是一种 纪约关系 你说的这种结婚 更像是某种合作 你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没有 才没有 余叔 我记得我今天攒的帽子吗 不要去学校 也不要让更多人知道我的关系 你是不是嫌弃我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那你是谁呀 我是张青年 我是他老公 我们是夫妻 从今天开始 但是 云叔 就是我的棋子 首先 我和他的学历背景 跟我们的关系不够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进向他吗 我不会逼迫云叔 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 我会尊重他 爱惜他 保护他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我会帮助他 辅导他 确保他明年可以顺利完成他 同时我也会确保 没人敢再说他是笨蛋 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摸底测试题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还是向我靠近 每一点道理 我只能想沉默感应 我们是先结婚后联案 我这个人 很不败 也没什么情趣 来生是否还能在一起 好 我要相信我 坚持的意义 我愿意在半身上等着你 牵起他的手 多么不容易 我只想努力珍惜 一切都要每一个瞬息 逃了错过之后 来生还能再度遇见你 任何你眼睛 我红 属于我的秘密 张老师 我能问你的问题 好啊 别的 你的人生完美吗 如果没有你这个差不多小姐 我的人生就不可能完美 你的人生习 你那儿 我来说 你能做 你的人生习 感谢观看